颈椎病带来的痛苦深入人心,教你一招,不吃药就能治好,受益无穷,颈椎病是活动率高,经常负累,长时间保持不好的姿势,骨骼退化所造成的,颈椎病也分不同种类,种类不一样,要先的症状也不一样。 病人常感受颈尖生硬,苦楚,活动受到阻碍,肩背不沉重,手臂没有力气等,有的病人还会出现者不获颈后疼痛,看东西模糊,眼睛胀痛,双眼发色,心跳加快等现象,办公室人员和长久开车的人是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颈椎病的常见表现。 一,颈椎病早期表现就是颈部疼痛,长时间下去会感觉两个肩膀部位发酸,发胀,还会出现上身肢体疼痛,比如手麻,手痛等,二上身肢体疼痛或者发麻,这是因为这种疼痛会在受劳累的神经根的行走和交配区域内进行放射,比较有特点,所以才会被叫做根型疼痛,疼痛和麻木的感觉, 可以是间歇性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的,有的时候病人不更的姿态和疼痛的感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会随着咳嗽,打喷嚏等加重疼痛的感觉。 三,颈椎病,平常感觉看东西模糊不清,一个眼睛或两个眼睛都有胀痛,怕见光,或者经常不受控制流泪。 还有一部分眼睛看东西,眼睛另一边是看不到东西的,两个眼球大小也不一样,而这些表现常常和颈部的体态有关系,当你做着某个特殊的不好的颈部姿势的时候,上面这些情况就会引发出来了, 就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有的人严重的有可能使人失去光明。 这是因为颈椎病引发不受控制的神经功能混乱,及基地动脉失去引起的,最后引起大脑后面的穴上,整夜脑梗,出现眼睛永远黑暗。 患者一定遵循医生的治疗结果,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宁可替差异的不同,很多保守法并不具有普世性,一般来说,中医病正在临床中的普世性最广。 中草药不同于需要的化学性,要理由更加安全,标本坚固,安全无害,这是中医一直坚守的标准。 临床中老中医都会推荐义乌生贴的方法,百年传承,09年还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中药协会的支持,该贴可通过经络的贯通运行,直达脏腐蚀条精气湿条的并锁,方会让物归精和功能效应,如今网络科技发达,逃主上即可用到,平时再多注意休息,配合中医病症,贪腹不是问题, 求人不如求己,大家及早行动起来,万不可耽误病情。 颈椎病的日常防御,预防颈椎病最根本上是要改善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好的习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窝在沙发上吃东西,玩手机,长时间的低着头,坐公交车的时候低头着睡觉,这些行为都是不好的。 工作的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起身,活动活动头颈,活动几分钟,空调不能对着脖子吹,可以在工作室预备一件外带进行遮挡,要注意对颈肩部的保护。 另外,要注意睡觉的时候,平躺着是最好的,枕头要小一点,能放在颈部的下面,一个五厘米的高度是最好的。 睡觉的时候,头轻微向后仰,能使颈椎有轻微的弧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